各种慈善活动 它设立了京都奖 被称为亚洲诺贝尔奖 全国大会开了两天 大家累了吧 在闭会前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小时的讲话 这两天 受表彰的八名书生 发表了各自的经营体验 给了大家很多的启示 他们的发言很精彩 足以汇编成策 供大家学习参考 这些发言都很有价值 今天为大家讲些什么 我想了很多 近来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特别是原油价格的暴涨 食品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上升 不仅日本经济 整个世界经济 都不容论 看来 今年企业的经营环境 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很让人担忧 结合这些实际情况 我一直在琢磨 今天应该讲些什么 过去的25年 我在圣和书所讲的话 都是我在实际经营中的切身体会 我将这些亲身的体验 直接告诉了大家 许多话虽然以前讲过 但是考虑当前严峻的经济环境 有些话仍然值得回味 从自己经营企业的直接经验中 我思考了感悟的东西 遇到这样的问题 必须这样来处理等等 我曾多次讲过 今天我想就这些内容 重新谈谈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就六项精进这个话题 再次给大家谈一谈 六项精进是我向大家传授 经营12条之前提出来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认为 只要做好六项精进 就能够搞好企业 不仅是企业经营 为了度过美好的人生 这六项精进也必不可少 这是我在经营实践 和生活实践中的切身体会 在我看来 六项精进是搞好企业经营 所必须的最基本的条件 同时 他也是我们度过美好人生 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条件 如果我们每天每日 都能持续实践着六项精进 我们的人生 必将更加美好 美好的程度 将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 和想象 事实上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拥有幸福的 美好的 平和的人生 如果你想把你的企业经营的 有声有色 如果你想让你公司的员工 幸福快乐 那么 你就忠实地实践 这六项精进吧 创造自己美好的 幸福的人生 其实并不难 倒不如说 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就是我的观点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认真的 拼命的工作 六项精进中 率先登场的就是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在经营十二条中 我也向大家强调了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这一条 在六项精进之中 我将其列在第一位 在企业精进中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条 就是说 每一天都竭尽全力 拼命地工作 是企业经营中 最重要的事情 同时 如果要让人生 幸福美满 那么 每一天都认真干活 是先决条件 想拥有美好的人生 想成功地经营企业 前提条件 就是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换句话说 就是要勤奋工作 做不到这一点 企业经营的成功 人生的成功 都是空中楼阁 不愿勤奋工作 只想轻松舒服 那么 企业当然经营不好 美好的人生 也无法实现 说得极端一点 只要拼命工作 企业经营就能顺畅 刚才曾提到 今年也许不景气 但不管哪个年代 不管怎样的不景气 只要拼命工作 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人们常说 经营战略最重要 经营战术不可少 但是 我认为 除了拼命工作之外 不存在第二条 通向成功之路 回首往事 在我27岁的时候 成立了经营公司 我开始经营企业 当时 我连经营的经字 都不认识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不能让公司倒闭 不能让支持我 出钱帮我成立公司的人 早殃 为此 我拼命地工作 常常从清晨干到深夜12点 甚至凌晨一两点 我就这样 夜以继日地工作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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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努力 2009年 是经营公司 创立50周年 回想过去 虽然70岁之后 努力程度不如从前了 但是在这50年里 我一贯勤奋工作 因为这种勤奋 才有了 今次今天的辉煌 从这点来看 也证明我 上述的观点 是没有错的 除了拼命工作之外 世界上不存在 更高明的经营诀窍 企业家 学者 研究人 艺术家 不管哪行哪业 他们能取得出色的成绩 都是竭尽全力 埋头工作的结果 我常常想起 我的舅舅和舅妈 从满洲回国的时候 他们身无一文 战争结束后 他们在鹿尔岛 做起了蔬菜的生意 我舅舅的文化 不过小学毕业 他每天拉着大板车 做买卖 爱说三道四的亲戚们 总是以轻蔑的眼光盯着他 说什么 那个人既没学问 又没脑子 所以只好在大热天里 拉着大板车 一身臭汗地去做生意 我舅舅的个子很矮 不管是盛夏 还是严冬 他拉着比自己身体 大得多的大板车 车上装满了蔬菜 我小时候 常常看到舅舅 那种做生意的光景 我想 舅舅并不知道 什么是经营 该怎么样去做买卖 也不懂得财务和会计 但是 舅舅是凭借着勤奋和辛劳 他的菜铺 规模越来越大 直到晚年 他的经营一直很顺利 只是默默地埋头苦干 没有学问 没有能耐 但是 正是这种埋头苦干 给他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舅舅的形象 刻在了我儿时的心中 拼命工作 是一切生命都在承担的意义 他白手起家 创建金瓷和KDDI 两家世界500强企业 2010年2月1日 又林温寿命 出任破产重建的日航CEO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 就让日航大幅度扭亏为盈 在2010年底 创造了日航历史上 空前的1500亿日元的利润 他创建了道圣经营哲学 被称为企业家兼哲学家第一人 他发明了新型陶瓷美橄榄石 他开拓了一个新石器时代 他创建了圣和淑 成为7000名企业家的人生导师 他设立了道圣财团 26年来开展各种慈善活动 他设立了京都奖 被称为亚洲诺贝尔奖 我为什么要强调拼命工作呢 因为自然界存在的前提 就是一切生命都拼命求生存 稍微有了点钱 公司刚刚有起色 就想偷懒 就想舒服 这种浅薄的想法 也就是我们人类才有 在自然界里 这样的生物绝不存在 自然界中的动植物 它们都在竭尽全力 拼命地求生存 看到这些现象 我想每天每日 认真的 极其认真的 努力的工作 应该是我们做人 最基本的 必要的条件 大家知道 在夏天烈日炎炎之下 杂草会从百游马路的裂缝中 发芽生长 如果一星期 干热不下雨 杂草就会干枯 就是在这样既缺水 又缺桶的地方 杂草却在发芽生长 在自然界中 即使是在这种 严酷的环境下 只要有种子飘落 就会在那里 发芽 长叶 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开花结果 结束它们短暂的一生 即使是在石头墙的缝隙之间 只要有了一点土壤 杂草就会发芽 开花 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 在环境严酷 灼热的沙漠里 一年也会下几场雨 有些植物 趁着这雨 很快地发芽 长叶 开花 结果 然后枯萎 生命过程 只有短短的几周 它们在沙漠里 顽强地生存 为了留下子孙 只要有一点雨水 它们就要开花 结果 把种子留在地表 以待来年下雨时 再次发芽 尽管生命短暂 只有短短的几周 它们照样拼命地生存 并留下子孙 无论是植物 还是动物 它们都在严酷的条件下 顽强地生存 马虎懒惯 不负责任的动植物 并不存在 遵照自然界的规律 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 也必须认认真真 竭尽全力 在创建精词公司的时候 我还不懂这些自然的哲理 虽然我不懂这些哲理 但我有一种危机感 如果不竭尽全力的工作 不拼命努力的话 公司的经营就不可能顺利 这样的危机感 恐怖心 促使我拼命工作 现在回过头看 这是非常正确的 不管经济如何萧条 不管环境如何严峻 我坚信 做出加倍的努力 是经营者 乃至每个个人生存的 最低条件 我向许多人提问 你是否在竭尽全力的工作 是的 我在努力工作 我对这样的回答不满意 于是 我会接着问 你是否付出了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你的工作方法 是否不亚于任何人 你自称是在努力工作 但实际上 你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如果你不更加认真 不更加努力 那么公司也好 个人的人生也好 都不会有理想的结果 我用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这句话 来表达这一层意思 我认为 竭尽全力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乃是这个世界上 所有生物都要承担的 理所当然的义务 没有谁可以逃避 这个义务 只要喜欢你的工作 再努力 也不绝其苦 拼命工作 是辛苦的事情 辛苦的事情 要一天天持续下去 必须有个条件 那就是让自己喜欢上 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事 不管怎样努力 都心甘情愿 如果你热爱 甚至迷恋你的工作 尽管在外人看来 你是那样的辛劳 那么的不同寻常 但是在你自己看来 却是很自然 因为你喜欢自己的工作 从我年轻的时候起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努力让自己喜爱 自己从事的工作 我的故事和大家讲过多次 虽然我也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毕业后却求职无门 在老师的帮助下 好不容易才进了一家陶瓷公司 我对烧制陶瓷没有兴趣 我不喜欢这个工作 而且公司每个月 都不能按时发放工资 是一家拖欠员工工资的公司 因此我也不喜欢这家公司 但是抱着满腹牢骚 从事研究开发工作 工作根本无法顺利进展 因此我决心让自己 喜欢这项工作 因为对于不喜欢的事 就不可能全身心投入 研究工作就做不好 那个时候 我刚好情窦初开 我知道了 有缘千里去相会这句话 在热恋情人的眼里 千里之遥不过是一见之地 不管多么辛劳 去和心上人相会 千里等同一里 再远也不在话下 这就是有缘千里去相会 凡事都是如此 如果喜爱 一致迷恋的话 不管怎样的辛苦 都不再感觉到辛苦 因此我就努力让自己 喜爱自己的工作 喜爱自己的研究 有机会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 当然很好 但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幸运 一般的人都是为了生计 而从事某项工作 既然如此 就有必要做出努力 让自己喜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努力了 喜欢上了自己的工作 接下来就好办了 要做到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就变得很简单了 那样早出晚归 拼命工作